我的第一名 是沒有懸念啦 好 那老師就先講吧 我的男生第一名是朱宣揚 我的第一美 你會給誰 我看完最後 我會想要投給林青霞 我也是耶 我覺得非他莫屬 因為我覺得他的整個 細節太多 態度跟他穿上去的那個樣子 就是他 然後他完全也不做做 然後很做自己 剛剛在謝寅軒跟林青霞之間在猶豫 很難 這太難了 但是我一定要說在女生的部分 我覺得黑馬少雨薇真的讓我滿驚訝的 我的第一名 是沒有懸念啦 好 那老師就先講吧 我的男生第一名是朱宣揚 你是朱宣揚啊 跟我一樣耶 好 我第一名是給柯震東 但是我覺得朱宣揚也OK 我願意妥協 因為朱宣揚的確是比較大版 他也有在我五帥裡面 是 對 他那一套衣服的確是我覺得 值得進五帥 所以 第二我都可以接受 但 對 不值得我為他 柯震東也有在我的五帥裡面 對對對 我相信他一定有的 好 那我們第一帥 我們就給朱宣揚了 朱宣揚好了 好 那我們 第二 我們先來講第一美好了 好嗎 第一美 第一美 第一美的話會是誰呢 我是謝寅軒 你是謝寅軒 其實我有四位老將 我也有一點在搅子 掙扎嗎 因為像陸曉芬揚 貴妹陳香喜跟林青霞 四位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呢 並不會在我的第一美 怎麼了 你們很驚訝嗎 我只是提一下而已 志玲姐姐呢 志玲 他們是我是會幾選一 不是他們 他們只是幾個要選一個 你們對於老這個字非常的敏感 知道嗎 資深女心 好 但是我如果我的第一美 你會給誰 我看完最後 我會想要投給林青霞 我也是耶 我覺得非他莫屬 因為我覺得他的整個 細節太多 態度跟他穿上去的那個樣子 就是就是他 然後他完全也不做作 然後很做自己 對 對 這我也同意 因為我其實剛剛在 謝銀萱跟林青霞之間在猶豫 很難 這太難了 因為這兩個是完全 風格完全不同 對 沒錯 對 因為一個是我們想像中 所謂星光大道上的樣子 對 一個是 國際巨星的樣子 所以這兩個讓我有點為難 但是我同意把林青霞 林青霞當作最美 沒錯 沒錯 因為林青霞他的服裝 我覺得應該要再替他背書一下 是他綜合了 就是女性跟男性的特質 他那個披風 那不能叫外套 應該這麼說 對 叫外套 他就有他的那個霞氣在 但他裡面的白色洋裝 我覺得就展現他柔的一面 就有點像大家看他一樣 外剛內柔 所以我覺得他是相當得宜的 沒錯 為什麼沒有讓林智霞 到這個前面的角度 我覺得 因為你嫉妒他 沒有 我覺得因為林智霞 他的服裝會讓我覺得 他的確 他很安全 就是林智霞會 太理所當然 對 太理所當然 很漂亮 很美 對 好 那我們就繼續美的部分好了 好的 討論下去 那我覺得第二美呢 我會投給謝盈萱 我也會投給謝盈萱 對 老師呢 那就謝盈萱 好 第二美謝盈萱 好 第三美應該會比較有爭議了 第三美我想要給邵宇薇 對 送雲化你忘記了嗎 可是我比較喜歡邵宇薇 好 那老師呢 我也給邵宇薇 好 那我們就是2比1 好 邵宇薇是第三美 對 那第四美應該是 不然我不敢講嘴軟 送雲化了吧 我是陸曉芬 陸曉芬 你呢 我給林志玲 那我們這樣子 我們要來討論一下囉 好 我們各自表述 我覺得如果以星光大道來講 我還是比較重視整體性 那我覺得陸曉芬的這一套 寶藍色的禮服 它的設計感跟它的整個 在紅毯上的這種氣度 我覺得是 那個份量 對 很驚訝 然後再加上它的珠寶配得很好 就是剛剛好 一切都剛剛好 沒有過多沒有過少 所以我會給陸曉芬 那我給志玲姐姐的原因 就是因為剛才老師有說過 就是說平常她都是以那種仙女 然後飄飄的那種氣質感 那今天就是她不是穿長的 她是有露出她的腳 對 然後她的那個頭髮 服裝的造型也做得還蠻不錯的 對 就是讓我看到 好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她的感覺 對 所以 而且她的身材 身材很棒 然後她走出來的 她的樣子也很漂亮 那當然因為她是模特兒 所以她很會走 對 好 我選宋芸華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我覺得她的顏色 讓我到現在都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她留在我心裡面的是 她很俐落 很乾淨 然後在紅毯上面展現個性 所以這是我覺得 紅毯走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還記不記得她 所以她的顏色跟她的整體性 我覺得也是讓我會留下影響 尤其她的西裝外套 對 搭配她裡面 也是有點像我剛剛會選林欣俠的原因 是外剛內柔 外面是很帥氣的西裝 但裡面藍色的禮服 包括她的禮服也不是連身 對 她是藍色的屏口 兩件式的 所以我覺得她有用她的細節 在說服大家 好 請問有翻盤嗎 好 我們再表述一次 老師的是陸曉芬 對 我是志玲姐姐 志玲姐姐 我是宋芸華 那我們就請我們製作人 兩位製作人來加入戰局好了 陸曉芬一票 陸曉芬2比1 2比11 好吧 林志玲 好 那我們就陸曉芬跟林志玲 我們全部來投票 好 五位好不好 五位好 請問陸曉芬的請舉手 好 那就是陸曉芬了 因為3比了 大家看不到 3比2 好不好 3比2 同時第五名也出現了 同時第五名也出現了 第五名就是 第五名就是志玲姐姐 沒錯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排名 當然不是絕對的 是 對 因為 我覺得在星光大道上 要能夠展現個人的風采 真的滿不容易的 沒錯 然後在這麼重要的場合上 你可以做最適合你 甚至是最讓大家 抓人家眼球的造型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嗯 好 那我們就 進行我們的五帥了 剛剛第一帥已經出來了 第一帥是誰 我先忘了 竹宣崖 你還說你要跟他買那一件 是羅蘭 YSL的 對 好 那第二名我給 許光翰 你給許光翰 因為他前面這個 你知道他有人 對 他那個量粉有差 細節有差 我也是許光翰 是 我也是許光翰 所以許光翰就名正言順的是第二帥 沒錯 第二帥第二帥 好 那第三帥請問 我給張震 我想要給小天 我給柯震東 三個人都不一樣 你們還記得柯震東嗎 我知道啊 他就穿得很像那個 細的黑白格紋 比較牙齒一點 格紋很像 格紋跟格紋的對決 對 然後你的是麗玲 你的是麗玲 我的比較合一點 對 你的是灰色的 小天是麗玲 不是 張震 我是像格紋 對 我是黑 你們是格紋 因為我覺得 其實是這樣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一次的星光大道的紅毯 在男生的部分 因為顏值都很高 到治癒服裝 有一點點無聊 是 在你中間一直想要打瞌睡的同時 終於看到一套時髦的衣服 你就會眼睛一亮 那我覺得張震這套寬版褲 加上寬版的這個 80年代的格紋的西裝外套 而且它裡面其實有點像 高腰的設計 再加上那個領結的地方 我覺得都是蠻精彩的 所以我才會讓它 在第三名的時候就出現 因為它終於讓大家看到 不一樣的星光大道的造型 其實我剛才 就是那個張震跟小天 我也是就是掙扎了很久 我覺得它有說服我 把柯震東改成張震 因為我覺得柯震東的服裝 的確它的整體是好看的 但是它的設計感沒有張震強 所以你現在要跑票的意思嗎 而且張震它的領帶 對 很特別 那個領結的打法不一樣 對 我跑票 好 那就張震了 所以你現在是第三帥 對 第三帥是張震 好 那第四帥 您剛剛表態的是軟今天 對 因為其實它怎麼說 它這一次穿的 它是一個細的那個絲瓜領 對不對 然後裡面又是一個 高領的一個針織 其實它整個整體看起來就是 一個頭很小 然後比例非常棒的一個明星 你這樣有幫它加分嗎 頭很小 你知道很多人頭都超大的 是啊 像是剛剛誰 蛤 它攻擊我們 我沒有 我沒有 像我所有的 你知道我那個拍完照的後製 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小頭 其中我都不在意了 但是我沒有這樣說 小臉比臉 我同意花花的說法 因為在我的排行裡面 是軟今天可以在這個 第四名的位置 對啊 因為軟今天它的這套造型 我覺得我們常在講的 其實在星光大道上最害怕就是 衣服穿人 對 但是小天在這套造型上 我覺得它完全是很自在的 很舒服的 很帥氣的走在紅毯上 就是它可以駕馭這套衣服 然後跟那衣服融為一體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們不會覺得說 它跟衣服是分開的 而且剛剛她講到一個重點 那一套頭大的人真的不能穿 是啊 不是啦 對啊 會變胡娃兒 卡通人物來了 因為你那個領子在這嘛 對 沒錯 所以等大就變胡娃 好啦 我被說服了 因為軟今天跟我穿 是一樣的嘛 他沒有跟你一樣 奇怪 好 我支持軟今天 第四帥 對對 第五 那我們第五帥呢 第五那就 我給柯震東 柯震東 好 無懸念 第五帥柯震東 好 我們的名次就出來了 第一帥是 朱軒 朱軒 你是不是看我講說 沒有 我剛才講說 對 第一帥是誰 好 第一帥是朱軒 是的 第二帥是 許光翰 第三帥是張震 第四帥是 軟今天 第五帥是 柯震東 那五美的部分呢 第一美 林青霞 是的 第二美 謝銀萱 第三美 少雨薇 第四美 陸小芬 第五美 林志玲 好 那我們呢 今天也算是大功告成了 兩位老師 其實我覺得今年滿難平的 今年我覺得 因為男生黑西裝太多了 對 但是我覺得 男平的點是 因為童中求藝 已經是很難的一件事了 對 對不對 男生一片的黑西裝 一片的黑領結 一片的裡面不穿 對 所以已經很難去想像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女生又變化太多 多到我們目不暇及 而且女生的珠寶其實也是變化很大 對 對啊 但是我一定要說在女生的部分 我覺得黑馬少雨薇 真的讓我滿驚訝的 是 因為她在這幾次的大型的活動上面 都有 越來越展現出個人的特質 我覺得藝人 尤其演員要有個人特質 對啊 對 對 而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